- 讓我們掌聲歡迎今天的大來賓 落日飛車狗狗 - 大家好 很開心可以來到馬克星巷 - 好因為我們在之前的信件溝通的時候 是因為夕陽音樂這個廠牌最近有一個計劃 因為這個計劃所以說 可不可以在馬克星巷的Podcast上面也說說 我說好啊 然後要求我列了坊綱 我說好啊 列完坊剛之後我想說 那這樣我到底是要好好的介紹這個企劃 然後放到Podcast上面 還是難得請了谷國來 就要逼谷國念信呢 那我們先問谷國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就是你是一個很有規律跟規劃的人 還是像我一樣隨便的人 我覺得我在內在應該算是有規律跟規劃的人 但是外在就是會比較go with the flow 就跟著大家的感覺走這樣 我之前忘記是聽哪一個團的訪問 就是他們太不規律了 所以他們請了谷國來幫忙 好像就是比較可以幫他們抓時辰 但是我有點忘了 當代電影大師 當代電影大師 所以你應該是一個喜歡按照行程表做事的人吧 我喜歡列行程表這樣 然後但有沒有真的按照這個行程表做事的話 可以依照當時的情境判斷一下這樣 就不會那麼硬啦 不會說行程表列了一定要照表操課 但至少在心中有一把尺 知道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前進什麼的 這個有規劃 有目標 有主見的人 是是是 很讚耶 好那谷國除了落日飛車之外啊 因為你現在也是音樂廠牌主理人嘛 老闆 好重 老闆 對是老闆啊 負責人啊我會說叫負責人 今天就是要請負責人跟我們介紹這個企劃嘛 因為瑪莉對這個企劃是一無所知的 我現在是一張白紙要來吸收新資訊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聽眾應該也是跟瑪莉一樣 一無所知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這個企劃在幹嘛 OK那就讓我來揮灑一下這個色彩在這些白紙上 揮灑一下色彩在你們這些白紙上 沒有啦其實是因為飛車 我們已經開始展開海外巡迴這件事情 已經有大概四五年了 那剛好中間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沒有出國 那我們就一直很想去推動一個 就在海外巡迴的時候有認識很多海外的音樂人 然後都是在巡迴的時候認識的 那我們就一直很想跟他們一起做一點什麼 對那以往的模式通常會是所謂的feature feature就是如果我們寫了一首歌 然後我們邀請一位歌手 會邀請一個樂手一起在這一首歌裡面 有一些創作一同創作這樣 但是因為這事情我覺得 剛好是因為疫情 所以其實要這樣feature難度比較高一點 雖然說透過網路也是OK 但畢竟沒有見到面 還是有些東西會有些生疏 有個味道不一樣 對那我就有想到說 因為飛車也帶有一點復古的感覺 就是以前70年代的時候 有很流行一種黑膠 它是7吋的黑膠 就小小張的 對 然後7吋的黑膠就是正反兩面 剛好可以各放一首單曲 只有一首 對只能放一首單曲 那大概是看依照黑膠的轉速 可以讓那個歌的長度不一樣 但大概就坐落在3分鐘左右 3分鐘前後 那我們這一次想的這個黑膠的七吋黑膠的計畫呢 就是想總共會發行5張就是這個七吋黑膠 那因為可以A B面嘛 所以總共會有10首歌 總共可以有10首歌 那我們就 因為是飛車發起的這個計畫 所以我們飛車主要就是創作了其中3首 那其中3首的另外兩面分別是對應到就是一個泰國的歌手 叫Poom Vickbrit 對然後再來是 泰國這位歌手應該 因為他之前在YouTube爆紅一陣 就那一首Loverboy 我想應該是非常多人聽過的 沒錯也是那種舞曲 然後City Pop的感覺 對然後第二個是菲律賓裔的美國人叫做Michael Sayer 就是我們自己很喜歡也跟他一起表演過這樣 然後第三首歌的另外一面是來自日本的樂團 叫做Never Young Bitch 對那這樣就有6首了嘛 對然後另外兩首呢分別是宋伯偉 現在就是夕陽的旗下藝人 對旗下藝人 對然後伯偉是跟一個韓國的 也是一個彈唱持續創作人叫做Old John 對那他們兩個也發了一張就是這個合作 正反面這樣 正反面對然後最後一個就是雷頓狗跟我們簽的一個 芝加哥的藝人叫做Paul Cherry 然後他們兩個一起發了一張就叫做芝加狗 對那總共就5張 那最後這5張呢 每一張雖然都是兩首歌但是我們都會為這兩首歌拍一個合在一起的 music video 對 等於是一個music video裡面就有兩首歌 然後那個music video其實看起來蠻酷的因為它會有一個轉場對不對 對 對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在想說 哇這樣能不能報名金曲感最佳MV 對因為它是兩首在一起的 對但我們就想去做一些比較有趣破格的嘗試啦 那正面跟反面是獨立的嗎還是正反兩首歌都是你們一起玩的 都是一起的 各自獨立的 就他們就自己我們有些人想每一張專輯都每一張小EP都有討論一下一個主題 然後兩個音樂人就各自創作自己的這樣 那有些人如果很來電像我們跟Michael Sayer Michael Sayer也有加入飛車的創作這樣 對 那5張不就是5個主題 對就5個主題 但是這5個主題最後我們會發成一個box set 就是我們會發成一個大合集就叫做夕陽無限的好聽 喔 對 所以整個企劃是這樣子 這個色彩灰灑的還ok嗎 灰灑很棒啊 對所以我要聽這個我還是可以在串流平台聽到 只是他同步發行了這個7吋的黑膠 對 收藏價值啦 當然現在我們都可以聽得到 對 那木耳會聽得出來就是7吋黑膠機他真的播出來 跟我在串流平台聽會有很明顯的差異嗎 其實我們還會有一個所謂的線下的活動 就是等那個黑膠因為現在正在做嘛 大概是8月應該再兩個禮拜後就到了 我們應該8月底會辦一個試聽會 就是讓大家一起來聽看看黑膠這樣 對 但其實就是黑膠有點就是要不要來我家看Netflix 就是其實最後都還是會音樂 只是你會覺得哇 真的看到那個黑膠在那邊轉啊 然後你們一定要在一個同一個空間一起聽這個音樂嘛 那就是會增加人與人親密的接觸 所以你真的有講過這句話嗎 你要不要來我家聽黑膠 我不會講這種話 那果果有pick up line嗎 就是要不要來我家幹嘛 還是要不要來我家看我彈吉他 這個也太那個了吧 因為我是對於就是第一次要跟異性有這樣接觸的人 就是我會覺得這樣子會 就是我很怕失敗啦 所以我覺得有高機率會失敗 所以我通常都是先 我會先觀察幾次 就是看這個人跟這個人vibe怎麼樣 然後之後可能不要那麼快來家裡 可能還是先有些戶外的活動 一起吃個飯啊 對在外面酒吧喝個酒 你喜歡勝率很高的時候再回榜這樣子 再出手 呃 吃老鷹 可能跟至尊有關係啦 對我的至尊可能還是 不容你踐踏 對對可能還是要就是 對確定雙方都有這個意思 實在這麼做比較好 那至尊這麼高 你做音樂會很擔心大家對你的反應嗎 欸可是因為就剛好我的至尊已經發揮在這個地方上了 反而在音樂上就比較處之泰然這樣 喔 對 因為其實落日飛車的音樂之路 現在我們看到 呃 應該要怎麼講呢 現在也不算是獲得 就是譬如說什麼全台灣主流市場的一片都了解跟吹捧 可是其實落日飛車 這幾年在海外的巡演 像是等一下如果有機會提到他們的下半年九月嘛對不對 對 九月馬上要出去 欸你是每一天在不同的城市醒來 那個是很誇張的欸 欸很誇張 對啊 可是你們其實玩音樂玩了很久對不對 對 所以在那之前有一段很長很長的 每天玩也沒有人聽 然後那個 我覺得真的對至尊的打擊超級大欸 對可是因為那時候玩 就是我們以前會說 剛開始玩團的時候可能叫地下樂團 叫獨立樂團應該是等 燒完之後才發生 然後以前叫地下樂團 是因為我們會去表演的地方 真的都在地下室 對 對什麼地下社會啦 冷卧啦 對然後以前什麼vibe啊 什麼的都在 真的在地下室 真的真的都在地下室 我們練團的地方也在地下室 所以就是都看不見什麼陽光這樣 然後大家那時候頭髮都 瀏海都會遮住自己的眼睛 然後表演的時候都頭都 彈著自己的鞋子這樣 所以就是覺得沒有人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或者是說會覺得 會來聽我們都是喜歡這個音樂的 就大家的那個社群感會比較重 對然後表演完結束之後 今天拿到的show fee 其實也就是朋友們買票支持你的錢 你就會拿去買酒 然後你買酒你也會請大家喝這樣 所以就是 吃喝掉了 對所以其實就是真的都在玩 就是我會覺得玩的性質比 真的覺得自己在工作 或是做藝術來的多很多 對那是這幾年才慢慢覺得 哇這真的是個工作了 現在音樂要去表演的時候 那個下面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誰 對阿 然後他會這樣熱切盯著你吧 除了熱切盯著我 也還有一些很誇張的舉動這樣 怎樣怎樣誇張 這邊是都可以講的 可以 我那時候在LA 唱歌的時候就第一排有一個女生 然後後來他有跟我說 他好像是墨西哥 就為了看我們表演 他從墨西哥開車上來這樣 對然後唱到後面的時候 他就是我在solo的時候 他就是直接就隔著衣服 然後捏他的胸部這樣 捏奶頭 捏奶頭 他盯著你然後捏自己 對對對 站在第一排這樣 好害喔 然後那時候我有點覺得 這個是這個是 對阿這個是真的門 然後他就是真的跟我說 對就是 他在享受 他有隔著衣服嗎 有隔著啦 有隔著 對 因為國外有一些是 譬如說他們在Mardi Gras的時候 他們是會show tits的 對 但是隔著 然後你在solo的時候 這樣子享受有一點 對所以我就覺得 哇這個算是 這是 就我算是被性騷擾了嗎 對啊 這個很酷耶 對 但 但是這個文化衝擊嘛 所以想說 謝謝你的 對我的支持 就是只是沒想到 你們表現的方式是比較 激勵 就是對我們華人而言 就是覺得比較衝擊 這樣 對 那我想問國國 就是從開始玩 然後到你真的覺得 要把它視為是工作的時候 大概是譬如說 我們以你幾歲的時候來講好了 OK 好你一開始玩的時候是幾歲 我開始玩樂團大概18-19歲 對 然後一直玩到什麼時候覺得 好像應該要把它認真看作是一個工作了 應該差不多就是10年 27-8歲的時候 等於是玩了10年 對 然後沒有人聽或是團員來來去去 那個你也都覺得 反正這在樂團當中就是很常態的事情 對 那在這10年間 家人有給你什麼樣的說 欸國國啊找份工作吧 有我還記得就是 雖然說爸媽他們都還是說 鼓勵你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但他們就是 記得他們都認為說 這個都叫興趣 這樣就是你就在做興趣 然後我記得每一年過年 大概我25 26歲的時候 就每年過年回家 我爸還是會拿一張 就是中華電信的那個應徵 早考的 早考的說 對啊你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爸爸也沒有說不讓你玩音樂 但你還是可以看一看 就是如果說 欸人家你還是可以早上9點去上班到5點 那你晚上回家還是可以彈吉他這樣 就像張國希嘛 你可以去開飛機啊 然後開飛機 之餘你可以練團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但那個時候剛剛好 其實我已經有算踏入職業 因為那時候我是張選的吉他手 對所以我已經也是有比較 已經是樂手身份了 已經是樂手身份 只是因為樂手身份又跟玩樂團比較不太一樣 就樂手身份的專業要求 就是會再稍微高一點這樣 對所以那時候已經有在一個轉階期啦 這樣然後也算是從音樂的工作上有穩定的收入 所以家裡的態度就是比較軟化這樣 所以說從18歲到25歲中間的那種玩 你的一天大概是什麼樣子度過的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到25歲 我都還是有學生身份 OKOK 對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我跟我很像 就是爸媽不支持我繼續做廣播 我就先去考個研究所 然後敷衍你們一下 就玩學生喔這樣子 對對對沒錯 對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是讀北藝新媒體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還可以早上還是回去學校 大概10點11點去學校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那時候有一個打工 有兩個打工 一個打工是教吉他 然後另外一個打工是在 就在這附近的一個外國人很常聚集的酒吧 叫Revolver 然後我是那邊第一代的音控 哇 所以我在那邊常常就是 10點我就要去那邊做音控到凌晨2點這樣 因為剛好那個Revolver的老闆也是我的室友 對所以我們常常就是 結束了我們就在那邊玩音樂 玩到3 4點這樣 那個地方的vibe也是蠻不錯的 對 對啊 沒有想要就是想辦法就是 我要上去我要上去 一直自建一直自建 那個時候就是如果是音控的話就不太有這個機會 但可能週末我們就會排幾場表演 就是給我那時候的樂團 或是大家朋友們樂團在那邊演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的樂團不是落日飛車嗎 不是落日飛車 那個時候的樂團是跟落日飛車的團員 還有我們現在有合作的製作人 就是組了一個樂團叫Forest 叫森林合唱團 然後那時候玩的樂風比較有點像是 Beach Boys那種 海灘男孩 海灘男孩就復古的 然後有一點Garage 就是有點車庫搖滾這樣 對然後 然後因為那地方就比較重洋媚外嘛 對 外國人很多啦 對 所以我們也是很常開玩笑說 我們是個重洋媚外的樂團 那邊就很常講英文啊 然後玩樂器啊喝酒這樣 所以怎麼樣從森林的那一種 Garage的音樂風格 然後到落日飛車 這個是怎麼樣遇到現在這個 你們自己覺得浪漫搖滾的這種風情呢 其實應該說在Forest開始玩 跟飛車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朋友 大家都一起玩只是說有的時候是喔我們幾個朋友一起玩是這個團名 然後另外幾個朋友一起玩是另外一個團名 但它的橫向的連結跟影響都還蠻深遠的 對 所以飛車其實是2011年第一張專輯Basanova的時候 也是車庫搖滾的氛圍比較重 那後來飛車就是錄Ginji Kiko的時候 是剛剛好那有一些團員是剛好退伍 就他們那時候已經就是服完兵役這樣 然後可能年紀稍微大一點 所以聽的音樂跟樂器演奏能力都比較高 所以才開始融合一些有所謂的爵士樂 靈魂樂的元素這樣 所以那這東西剛好加起來之後 整個音樂跟車庫搖滾比起來 它速度變慢 然後音色比較柔 然後放了很多爵士樂那種 就是可能咖啡店會放的那種感覺 對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很像跟浪漫有一點關係 但我最早開始這麼做的時候 其實我是想開這件事情的玩笑 我覺得就做一個很浪漫的音樂很好笑 很幽默 而且那種浪漫又是那種很復古80年代的浪漫 就那種老人才聽的浪漫這樣 但後來就發現錯估一個情勢 就是因為年紀比我們更小的小朋友 他們其實沒有經歷過 沒有聽過這個東西 對沒有聽過這個東西 對他們覺得是一個新的音樂 就想說怎麼搖滾樂變 以前的搖滾樂他們以為就很吵 很直男這樣 雖然說我們還是很直男 但音樂上聽起來氛圍變成就比較melo一點 就比較舒緩一點 所以就突然成了一股小小的浪潮這樣 對這是很剛好的事情嗎 因為你剛剛說從第一章的時候 然後到後來那個轉變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我覺得那個發生應該就是有一天 我們在寫歌的時候 就是覺得說我們想多用一些比較複雜的和聲 OK 然後速度稍微慢一點點這樣 然後很像也沒有特別的原因 就是順著音樂的flow發生的 就是我們在jam的時候 因為我們玩樂團很喜歡大家 關在一個房間 然後就自己彈自己的樂器 然後一起發出一些聲音 然後慢慢就變成一首歌的樣子這樣 對 所以等於是jam出來 然後jam出來以後就覺得 嗯?以後都用這個風格嗎? 那時候可能也算是有藏到一點甜頭 就有獲得一些就是觀眾的矚目 然後因為剛好那個時候飛車是 我們這復出然後復出的時候 我們就先辦了樂窩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光是可以把樂窩賣完 都會覺得是一件 了不起的事 對很厲害的事 那個時候你們的復出是多少 17年的時候嗎? 15 16年 對15年年底 然後16年才開始正常的表演這樣 所以等於是2011年的時候 有發Bossa Nova那種專輯 然後那個專輯其實現在聽會覺得 嗯?這個不是洛西飛車? 對很多人覺得不是 嗯?然後等於是復出 那這中間沉疾了算是四年的時間 然後你們這四年在幹嘛? 就這四年就剛好有讀研究所嘛 然後有一個關鍵的原因是 第一代的Basso他那時候是 剛好是實習醫生 就我們一發完之後他就進醫 他就開始從醫院實習了 那他就是沒有 他真的是沒有時間來練團什麼的 然後我跟那時候剛好也考上北醫 然後想說喔好啊 那反正專輯發了 就是那時候的想法也沒有說 喔就發了要跑宣傳什麼的 所以就 那發了我們就反正音樂做好了 我們已經有一個紀念了 那就大家去過 各自的人生吧 對也完全沒關係 那大家也都還是朋友 可以hand out什麼的 對 嗯 然後所以第二張專輯是慢慢 那Basso有歸對嗎? 沒歸對 他醫生就做 做到一個程度之後 他就去紐約學拍電影這樣 蛤? 轉這麼長? 這是yruten呢 對啊 因為他可能就是也是個藝術家 性格蠻強的 對 好像不太適合去進行外科 果果非常非常喜歡的型態 他就算是在GEM的過程當中 大家一起凝聚出來說 以後我們就是走這個路線 那果果自己有沒有 非常非常喜歡的音樂類型 我自己很喜歡的 以最近來講 就是最近很喜歡聽就是Ambient 就是他是環境電影這樣 然後他也算是一種電子音樂 或是當代音樂的一種 一種小分種分支的類型這樣 就是可能在博物館 美術館會聽到的 對啊 這跟你念的東西很像 你念的時候應該大量接觸這個 還是念的時候沒有在念書 有有有 我有認識的念 最安靜的就是那個4分33秒沈默 就這個音樂就是4分33秒 沒有任何音樂這樣 對 但主要就是可能現在工作關係 常常要面對大量的旋律跟就是節奏 那環境音樂 他就是一個很安靜很寧靜的聲音 所以我自己在家會比較想說放著這個 我會覺得心情比較寧靜 不然如果放有旋律跟節奏很強烈的 你就會開始帶去聽旋律跟節奏 每天又覺得就是正常一天這樣子 對 但其實去巡迴的話就不太能這麼做 對 因為去巡迴的話 尤其是去歐美 通常一天 每一天演不同的城市 所以可能移動還是兩三百公里 那可能早上七八點就是那個車就得出發 那我們到新的城市就在下午一兩點 那你可能先彩排 彩排可能會找到一個小片刻可以小睡一下 然後五六點就回場地 那你回場地的時候就開始 可能共演團來了 然後promoter來了 就開始要聊天啊 然後表演演員到12點 可能還要簽名 然後簽名結束之後又有after party 你就會趴趴趴到兩三點 但那個after party是跟promoter一起嗎 對 通常是啦 對 因為去海外循環跟promoter有一個連結 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如果這次表演辦得很好 他們明年鐵定會邀請你 那他們可能會幫你再辦更大的場地 條件可能會更好等等 就還是有這些交官的過程 對 所以如果你那時候把自己喝 就你一定得喝 但如果你又把自己喝得很醉 然後你回去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你第二天又是一樣 你七八點又得起床 對 所以然後這樣有時候跑 我們那時候人生中目前最硬的經驗是 連八 連續八天 就剛剛那個行程坐八天 然後其實有幾天是更壓縮的 就是可能結束的時候是三四點 然後六點就要起床 然後而且還是要 那個有時候不是只有坐車 有時候你要坐飛機甚至坐船 對 然後到第一個地方 飯店也還沒幫你準備好 你人就拿著行李在那個城市遊擋 然後才能check in 然後馬上一天的行程就開始這樣 那萬一我要上台前 我發現我的狀況還沒有好 要怎麼辦 其實那時候就沒怎麼辦 你就是會唱的 你就是上 然後唱的超爛這樣 然後下面大家都撒爆眼這樣 你可以看得出他們的眼神的困惑嗎 或是 對 看得出 然後他們結束之後會跟你說 我覺得今天唱的不好很失望 他們會直接這樣講 會會 對 所以這個就是要有一顆寬大的心 真的假的 可是他剛剛說他的自尊不會放在這邊 對 我好奇的是 因為事後你說會什麼簽名之類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現在就以我們在台灣 Legacy的想法好了啦 唱完了以後 你們可能在外面擺一張桌子 然後可能大家就拿CD簽名 對 然後這些外國人就跟你說 Hey 郭郭 This set is not good I'm disappointed 會這樣直接講 對 然後他們有些人昏柔一定會說 Oh I can tell like you are a little bit tired OK 但通常會 對啊 我們也有碰過比較激烈的 就是I don't like your show I don't like your show tonight 這樣 對 所以 但是我還是拿你的專頁在你面前跟簽名 還是會 對 他們會覺得至少還是有拿到你的簽名 OK 對 特別喔 好詭異的氛圍喔 這個很直接 這個像每次出去吃飯 然後他們就問說今天口味可以嗎 我不會跟你說今天跟屎一樣 對 他們可能會 但他們也不會 就是用這個比例來講 他們不會說跟屎一樣 但他們會說我覺得你可以做得更好 類似啦 對 學起來 我下次要說這個肉可以再軟一點 就是跟味道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對 但是就是現場表演就是觀眾的反應 其實還是會很直接的 會很直接的 對 所以想問一下這種巡演這麼的緊密 然後想要知道落日飛車的一年 是長什麼樣子 或是果果你的一年是長什麼樣子的 其實以樂團的生涯來說的話 通常的安排應該是可能兩年會做一張專輯 然後一張專輯你就可以為那張專輯巡迴嘛 那有時候巡迴你可能就可以拉到一年半兩年 所以基本上他們所謂的職業樂團的生涯 在Spotify這個平台崛起之前以前是長這樣 但因為像Spotify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可能因為演算法的關係 它是鼓勵你就是盡可能的要多丟性格 就是因為你專輯如果你兩年三年才發一次 會被忘記 對間隔太長了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的改變做法就是我們可能會變成是一年會發一些單曲 然後做小的EP 像現在無限好聽就是這個企劃 對屬於比較特別有趣的企劃 它不屬於專輯 但它可能對合作啊 或者說對團員們對於音樂的熟悉程度啊 對於民生啊對於所謂的演算法的激活 還是很有一些幫助的 然後可以因為這樣然後再辦一些訊回 可能兩到三年再做一張專輯這樣 所以我們的規劃可能通常一年對我們來講算是太短了 就是一年其實不太有機會規劃到一個完整的主題的東西 可能都要拉到兩到三年這樣 所以等於是落日飛車或是國國的人生是以三年為一個set來做的 就像我們讀了一個國中讀了一個高中 我們每一年都是國中的切片這樣 我的人生是眾多國中切下來的切片 然後就是在這個國中當中我會告訴我自己說 我國一的時候我們今年可能要發一張EP 然後可以做一些可能國內的小小的巡演 對 然後第二年的時候可能又再做幾首歌出來 然後再去跑其他的地方跑一跑 然後第三年的時候專輯出來了 然後我們會為了這個專輯再做一個大的巡演 對然後可能這個巡演可能比一年還多 對 等於是我高中的時候有高一高二都在國外跑來跑去 對 然後高三回來可能要準備下一張專輯 所以可以休息一下 對 這是一個六年計劃欸 其實其實蠻對樂團的職業生涯來講 如果要拉的長的話是時間都會要看的比較遠一點點 這跟我們想像中的 我覺得這是不是就是台灣樂團跟落日飛車的差別 不是我不懂如果已經這麼緊密 甚至時間不夠 你面對額外的邀約 你要怎麼辦到把它插到你的行程裡 還是可以說 所以這時候就有專業的經濟團隊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對就時間要可以安排啊 什麼就當然就是要去表演 像我們去巡迴 雖然說常常要來來回回 但也不會是百分之百的被塞滿 對 只是可能歐美這個地方去 對歐美你們 因為我看了一下你們的那個 你是完全被塞滿的啊 對歐美那個就 他們就是有像紐約啊 或倫敦巴黎這些大城市 或者是西雅圖 芝加哥這種 對於樂團生態很蓬勃發展的 可能我們下午就會多拍一些通告 也是上他們的電台 KESP Audio Tree這種 對要去可以跑一下宣傳這樣 然後可能那一天就會拉長 就不會是只在那個城市待一天 因為有宣傳 所以可能會要帶多一點時間 對 然後因為像紐約這種大城市 我們就在那邊不會演一場 我們可能演三場 那所以就有三個下午開可以再利用 這樣 所以就是要想辦法抓 對 很了不起耶 可以擠出來時間 對對對 那要他很願意去實踐這些行程啊 不會到一半就精神崩潰 就是我真的我要離開 我必須要冷靜 對啊 團員們對於這樣的生活 因為從一開始 當然中間可能團員有更迭嘛 可是在後來就是落日飛車現在就是爆紅 然後出去巡演的時候 你們應該說不要問你們 問你 你有想過生活是這麼緊湊 或這麼滿的嗎 有想過啊 記得有一次可能在西雅圖吧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行程 可能三點多結束了 然後五點就要起床 然後到的時候我已經受不了 我一看到床就是 我就直接倒了 所以衣服沒換什麼的 然後四點半就是鬧鐘就響了 然後就一定要洗個澡什麼的 然後就在廁所裡面就是洗澡 淋的時候就是便洗 哭 便洗便哭 然後就會認不出那是淚水 還是連碰碰碰的水這樣 然後就想說宣洩一下 然後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 然後第二天可以再 那你的宣洩是你會 哭出來是有聲音的 還是是那種 你會捏眉心 然後浮在那個廁所牆 然後讓他留下來 你是哪一種類型 第二我不會哭出聲的 對 就是頭低下來 然後眼淚就 跟著臉蓬頭一起下來這樣 但是出來就是整裝完畢之後 你有告訴任何人 剛剛你在廁所哭泣的事嗎 沒有欸 因為其實團員們現在 我們後來去巡迴的時候 團員的狀況就是 其實我們一上車 就大家自己的AirPods 就自己帶起來 自己聽 對就大家也不會 就是有什麼互動 然後車裡面很安靜這樣 對就是因為我們 生活的太密集 就是大家還是希望 即使必須要集體行動的時候 還是有自己的空間 對啊 就是那個對 就是經營婚姻嘛 有點像 嚴格來說我覺得 比婚姻還變態一點 因為更緊密 然後要合作的東西又更多 對然後又要一起做藝術創作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不人性化的 對 你看相較於前面你都覺得 喔我就是在玩啊在玩 可是在玩的時候會覺得很好玩 而且玩完我們就可以喝酒 對 可是在現在已經 這個已經離那個時候的生活 很遠很遠了吧 沒錯 沒錯 對 所以一方面當我們在玩的時候 我希望我可以成功 但其實成功了以後 已經沒有玩的成分在了 對啊 所以其實19年的時候 就我們團員自己有講 他說19年如果 沒有疫情的話 其實飛車很有高機率 可能也會玩不下去 就是 因為19年的時候算是 那一年我們一年就演了100多場 對 然後就是那時候生活 就是像我講的現在 這樣那麼誇張 所以反而是疫情是逼迫我們 就停下來 不讓你們可以休息 可以回台灣了 對然後我覺得也是 好好的檢視一下自己 其實想要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跟想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然後我覺得 這件事情的想法 也會反映在工作的態度上面 跟做創作藝術的態度上 就是然後剛好我們的年紀就是 這兩年剛好團員有陸續有參加 就是結婚生子 對所以我覺得那心態的扎實度會 會不一樣 即使沒有玩的部分 看起來好玩的部分 但去面對這個世界 就是碰到不一樣的人 然後去不一樣的城市表演 吃到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又可以在這過程裡 即使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還創作出了新的音樂 其實都還是一件很美的事 所以大家的心態有過到這個看 我覺得就會好很多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追求的就是 最怕的 對最怕就在過程裡面迷思 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就像小時候 為什麼會想要玩團 是因為看了很多搖滾樂手 覺得哇他們好爽喔 每天就可以爛交 對就是如果這是我的期待的話 然後說我終於就是達到了 如果可以世界巡迴的情況 我是不是也可以開始爛交生 我就完全發現根本不行耶 沒有通常有爛交的機會 對我們而言我們也不太敢 我們都去德國 有去一間夜店叫Ticket 我沒去團圓區 他轉述 他說進去是規定你衣服都要脫掉 全部 很像可以剩內衣褲這樣 然後可是進去之後 那等光很昏暗這樣 然後他們會發現那個夜店的 大中央是一個舞池這樣 然後就舞池你會看到那種 很像類似地獄的場景 就是人都會這樣交融交融在一起這樣 然後他就說團圓說 我也覺得好硬喔 真的來不下去我要走了 真的太硬了 真的太硬了 你怎麼會錯過那一晚的盛會呢 因為太累了 我真的太累了 對然後因為我的年紀 比一些團圓 就是年紀稍微大一點點 然後因為我要唱歌啦 所以唱歌這個狀況 要保護一下喉嚨 如果我累第二天又要 大家又要很失望了 所以我就會覺得 如果可以睡覺我還是多睡 對那不用唱歌的團圓 他們可以去多玩一下這樣 對所以就算你有爛交的機會 就可能要願意下去玩 你不是那樣的本職的人 你就沒有辦法 沒有還有groupies啊 因為看那種什麼成名在望啊 什麼就是跟著你們一起什麼巴士巡演 然後在那邊就是 啊啊啊啊啊 take me take me to your hotel 對但你們這樣 因為我們的音樂就其實也不是長 就是像對那種 因為不是這麼陽剛的 不是像Guns and Roses那種 選錯 想控制他的方向 所以如果我們有留長頭髮 然後捲捲的 然後壯壯的有刺青 我們可能團員看起來 就大家都比較像是那種 就是書聲樣 比較重一點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還是會 所以音樂風格真的有差 沒有積極釋愛粉絲嗎 還是有 所以就可能要四兩波千金 想說我們的生活都很不穩定 很fucked up 要跟我們這樣交往OK嗎 對你的未來也沒有什麼保障 是用這種方式去 這不是換個角度看是渣男騎手勢嗎 我會先把所有不利於你的條件全部告訴你 你還買單你就不能怪我 也是也是 對啦也是 但如果是對海外的人就是要怎麼樣就都沒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歐美世界的歌迷 你如果假設要這樣 果果現在陷入場考耶 我覺得他腦中是不是有一些浮過很多畫面嗎 沒有沒有 我還沒有這畫面 但我擔心我的團員可能有 所以我在想說我可以替他們做這個回答嗎 所以想說還是算了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有看你們去中國巡演啊 就是夕陽無限好聽嘛 對啊 講話也通啊 對不對 對 很讚耶 對但就是 我只能說還好你不是他們的團員 你會把這個團搞砸 加一個keyboard手好不好 拜託 對我們通常常開玩笑說這種事情就叫做不怕你不玩 就是怕你玩不玩 對就是這個是比較令人緊張的 對如果你玩到這樣 然後就是 對啊 勝敗名列 然後 影響到樂團就會比較麻煩 而且高級來講是一定會的 就是其實因為現在歌迷 就groupies他們現在其實都會有一個自己的社群 就是你只要在樂團 你只要用著樂團的身份去 組歌 或者是這種用權力不對等的方式去拔妹或什麼的話 其實 會爆出來 都會爆出來 對 然後因為有發生過很多這種 就是有些時候是黑寒啦 就是可能 不是我個人發生過 但有一件很好笑的事 他說我有其中一個團員 他就是演出完之後去參加一個餐會這樣 然後那個餐會到的時候 已經所有人都喝很醉了 然後有一個人長得跟他也沒有很像 可是就身高差不多 然後結束之後 我團員就回去了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他就收到說 你怎麼把一個女生帶回家 然後就是死亂中期這樣 然後我團員就說沒有啊 不是我啊 後來發現就同一桌 就是身高剛才像的男生 因為大家已經喝醉了 他就說他是那個團員 然後把別的女生帶走 對 蛤 那這樣很棒啊 什麼意思 我說的很棒的意思是說 我不用加入落日非洲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只要就是參加他們after party就可以了 你到底人生想要做什麼 你想要幹嘛 你說到底年輕有什麼未完成的夢 很多欸 很多喔 對啦 其實因為畢竟我們還是 就是這個還是在中華民國政府管轄的 法律的範圍的電台嘛 所以這個故事基本上我就是要在這個法律的 要點到為止 我就要再用這個法律的框架裡面 把可以講的故事講完這樣 對那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放在Podcast上面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法律管制的 哈哈哈哈 對我們現在其實是在公海上錄了 這個節目在公海錄了 對那我就很好奇啊 那在怎麼樣選擇團員 或是譬如說如果今天 譬如我想要當你的團員 可是我就是那種性格上面 你會覺得這個應該會對團造成一些問題 那你有沒有一些方式去 在一開始選團員的時候 那個團員是怎麼樣爭選進來的呢 因為我們的團員的狀況 其實都是沒有透過爭選 因為他其實都有朋友 就大家可能就是在同一個場景 一起長大 hand out這樣 然後所以其實最重要的 還是習不習慣團體生活啦 對有一些團員他們 不是說我們不合不來 或是音樂上創作有問題 而是大量的團體生活 有些人其實會覺得 受不了 對他們的心智狀況是 覺得是有影響 就是可能整個人在台灣 玩樂團創作的時候 都整個人很OK 就是蠻陽光的 可是高壓的巡迴結果 會有點猶豫 對 對因為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語言的問題 就變成是你會不太有機會 就講到話 對然後就是 就是他會覺得 每天就是重複做一樣的事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寫新的音樂 嗯 然後可能想家 嗯 然後認床 嗯 對不對就等等 就是會讓他 就覺得反而巡迴的狀況 反而讓他這個人變猶豫了 哇這個變成說你要一個很合群 然後很能夠團體生活的人 但同時要嘛你就是 你本來就很能跟自己相處 你不多話 嗯 或是你不需要講話 嗯 要嘛就是 你本來就是個超級外向的人 然後你的語言能力很好 所以可以跟promoter打在一起 不然的話就會發生 像剛剛果果講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的 還是團員之間的照顧跟溝通 嗯 就是因為去 在這種高壓的工作環境 雖然說大家有時候不講話 可是有些時候有 在關鍵的時刻講對的話 鼓勵的話 嗯 就是 可以卸掉一些問題 會讓大家有一點喔我又可以再演個三四場 沒問題這樣 好難過 對 我可以再成三四場 然後那三四場的時候 那通常誰要負責擔任這個take care的角色 其實團員們的共識就是大家會輪流 對大家會輪流 然後經濟團隊啊什麼的 就是他們也會比較照顧團員的生活齊聚 對我們一開始比較辛苦 是因為演出的場地都比較小 所以去預算比較有限 那就沒有辦法帶 經濟人出去 對沒辦法帶整個完整團隊 那就變成是要自己照顧自己這樣 然後彼此互相照顧 對因為那時候我們就幾個人在外面 例如說最小規模的時候 就是團員再加上一個影控 可能就是六個人這樣 那就是出去的 就是只剩我們這六個人 可以彼此照顧了嘛 雖然說有時候看到 每天看到對方會覺得很煩 可是最後能彼此照顧的 還是這些 我們只有彼此 對我沒錯 這種世界末日的發言 對但 但因為去巡迴 有時候面對的狀況真的很多 例如說你坐飛機你一落地 然後你過海關 有人過得不順 被抓到小房間 其實沒幹嘛就是他們就是 突然想把你轉一條房間 那你可能轉機就會錯過 那你可能行李就會掉 這種事情都會 這很麻煩 因為心裡對啊 心裡很不爽超不爽 我再次跟你說你真的不行 他很容易會斷線 就請去飆到一百這樣 我知道 他不能承受這些線 對然後什麼到場地 然後你叫好的器材都沒來 然後來的影控 或是來的場地人員不專業等等 就是你每天要面對 就是雖然說是沒打過仗 可是可以理解那很像就是真的 一天是一場戰役 對你要去面對不同的狀況 然後你晚上還要保持好心理的狀態 去把那個秀演好 所以我覺得難度很高啦 所以團員彼此互相的照顧 就像說剛剛講到 就是這其實比婚姻還難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們不是一夫一妻 對我們才是真正的多元成家 我們玩團才是真正的多元成家這樣 對啊所以就這個過程 其實團員就我們不會說 誰適合或誰不適合 那是在過程裡大家自己就會知道 那只是也不會特別勉強 對那在台灣如果有些團員 他喜歡在台灣玩音樂 他不想去巡迴的話 那我們就是做音樂的時候找他 那巡迴的時候我們就找別人這樣 對也可以 就是對就也沒有規定說 一定要是什麼樣的形式 對 那現在的落日飛車出去的話 大概都會是多少人一起出去 我們現在去大概14個人 13 14個人 除了團員之外其他人還有 對就是還會有兩位經濟嘛 然後技師再加上音控 就是大概三到四位 看場地的大小 對然後有時候我們還有帶燈光師 有時候還有VJ 有時候還有五間 對所以就是其實這樣 零零種種加起來 還有Tour Manager 就是巡迴經理 就是巡迴經理 他是要最了解巡迴的 每一個場地的狀況 然後他要繼續負責做聯繫跟結恰的 對所以這樣零零種種 這樣加起來都會13 14個人差不多 哇這是一個已經到了一個蠻專業 跟細緻分工的耶 跟我們在台灣想說 喔我要自己就玩玩玩團 感覺是已經很不一樣了 是是 這個團隊是怎麼樣一步一步建立起來 因為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還記得第一次有收到外國邀約的時候的那個感覺嗎 還有還有那種慌張感嗎 有我們是16年的時候開始去出國表演 對那最早其實是因為Taiwanese Wave 就是主辦人叫 文化部的那個嗎 對那時候 就當然還是很興奮嘛 就沒有在就是美國巡迴過 對 但是因為一開始去 第一次去就是人超少 我記得去波士頓表演的時候 是台下只有三個人 蛤 對 蛤 對就是台下真的只有 所以你有回到18歲的感覺對不對 對就是可是那時候就出去玩 所以就算是唱給三個人聽 也覺得好玩這樣 對啊 一開始的時候是就是很興奮 對 現在這個興奮感已經消失了 趨近於零了 因為這一次知道你們要發這個計畫 應該說知道有機會可以訪問到果果 其實我心裡面是 也是有種興奮跟那種存疑的感覺 想說 欸你不是下個月要出國了嗎 你沒有要好好的就是享受自己的 難得待在台灣的假期這樣子 因為之後的那個行程是很誇張的 我那時候看是一天巴塞隆納 然後馬德里 就是隔一天隔一天隔一天 然後之後去法國什麼比利時 然後倫敦可能大城市又待多一點 對 然後再來就巡迴全英喔 人家我們還島還台灣 他還英國島這樣子 對這一次還好 這一次沒有去到愛爾蘭 上一次還有去飛愛爾蘭 對 所以就會覺得哇這個好密集喔 這個我光用看的 我都覺得我沒有辦法承受住這樣的壓力 同期的也是啊 就是發片的9M88 對 發片了之後我就在想說 我要約他嗎 不要好讓他休息好了 然後就覺得 可以啦可以啦 就是訪問或是跟大家聊天 分享一下有這個計畫 我覺得還是蠻令人興奮的 那在出國之前 你們需要做些什麼樣的準備 現在最硬的就是辦簽證 對因為工作簽證跟旅遊簽證不一樣 所以他會要求的審核的條件啊 內容會比較長 所以尤其是美國的簽證 他是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可能光辦簽證就要花到將近二十多萬台幣 對 不然簽證要這麼貴 因為如果你是用最便宜的做法 不請律師事務所辦的話 你會等到天荒地牢 就是他們的做法就是可能資本主義國家 錢能解決的 你就是要去買那種什麼 Premium Service 就讓你加速你的審健的過程這樣 然後因為你還要去IT面試 然後你面試你的護照也要去交給他什麼的 所以其實那個時辰是比較辛苦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身體的狀態 就是因為我們很久沒有進行這種高壓的訓會 所以像我現在就是去上那個皮拉提斯 然後因為我不喜歡重訓 然後我覺得練習生成肌肉 對唱歌還蠻有幫助的 OK 對然後也有去上唱歌課這樣 所以就是去做一些身心靈的預備 身心靈調適 對 那我好奇就是上課上了些什麼 很多 就是可能我以前唱歌沒有受過傳統訓練 他們就說像舌頭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唱歌需要用到的工具 對一個器官這樣 因為以前我就覺得沒有要唱歌 就是你聽到聲音長怎樣 你就跟著他唱就好了 對 但後來發現其實舌頭的調整跟用力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舌頭的用力 對啊舌頭用力就有分什麼舌根的用力跟舌尖的用力這樣 就是會讓聲音有不一樣 莫非你也是找舌控派的陳薇宇嗎 喔不是不是 我再找一下陳秀珠老師 OK 對對對 也是一個OG 唱歌的OG這樣 對 好啦那落日飛車的下半年呢 就是歐美巡迴了嘛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除了剛剛有說那個墨西哥女生的精彩事件之外 在演出場景的不一樣 譬如說東方跟西方啊 然後日本韓國跟中國跟台灣 然後或是新馬南洋跟歐洲 然後歐洲也有分比如英國的法國的 然後比較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的 你有沒有發現一些什麼樣不一樣的那種 歸納出的民族性 我覺得把世界分成四個象限 來看的話就是 必須說就是右下角這個象限我們還沒去 澳洲 澳洲紐西蘭那邊算右下角嘛 右下角是 紐澳還沒有去 對紐澳還沒有去 我們今年12月才會去 所以現在這不知道 但是右上角來講是普遍都是邊邊比較 大家比較安靜 就是亞洲 北亞洲 就大家整體的也是比較安靜 大家是帶著那種建賞的心情比較 雙手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大家看著講說看你怎麼搞這樣 對對你多厲害 那西就是左上的話 我覺得就是算是比較符合期待的 就是大家就是會喝酒會跳舞很開心 那左下角是比較誇張的 就是那真的是有一點 就是會覺得舞台都要被拆掉的那種感覺 那我印象中很深刻 一個小故事 在墨西哥我們演的時候是 演大概400人的場地 整個晚上都是當地人 那就來了一對就華人情侶 但不知道他的背景是哪裡這樣 然後演出 但是男生就是跟我也差不多身高 然後也是戴個帽子戴個眼鏡這樣 然後演出結束之後 那個promoter就是說 大家很多樂迷在外面期待你 就出來跟大家打招呼簽名 這樣然後說 好啊那我就打招呼簽名 然後等我走出去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人在簽名了 然後也已經排隊排到爆炸 就是看到有人被圍起來 然後就走到圓圈的中心看 然後一看就看到就是那個男生 就跟我一樣戴帽子戴個眼鏡這樣 然後他就在簽這樣 然後他就在簽 他簽什麼 然後我就走到他旁邊看 我就問他說你在簽什麼 他就說我就簽我的名字啊 然後所有在那邊排隊 簽名墨西哥當地的觀眾 看到他然後再看到我 大家也就笑爛 因為大家找錯人了 但那故事一定是因為 因為很擠 然後我記得那舞台沒有很高 所以其實大家可能看不出來 在台上的到底那個人長怎樣 所以唯一那整個聽眾裡面 只有那一對華人 所以他們可能有人一開始看錯 以為是他 大家就一窩蜂的覺得 那應該就是那個 就是我 就是果果 對然後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簽什麼 還是他簽他自己的名字這樣 我說OK 就至少他是簽他自己的名字 他不是簽你的 對不是簽我的這樣 對那我後來還是幫大家簽名這樣 你看這就印證了吧 我只要跟著洛日飛車 我不用加入洛日飛車 我可以做很多 很多違法犯計的事情 對因為他們看我們會認不出來 尤其墨西哥人看我們 他們會覺得 感覺很像 對感覺很像 對 那今天最後就想要問問 果果有沒有什麼其他想去的地方 或者是還有什麼憧憬 你說他私人想去 還是他帶著他的音樂想去 私人音樂團員一起都是 我是覺得心中一個比較浪漫的想法 就是我想把他的音樂唱給大自然聽 所以我很想去就是在南極 然後就是那個破冰船進去的時候 就是有鯨魚啊 企鵝 然後可以在那邊就是唱給他們聽 所以站在那個破冰船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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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狀態要怎麼讓手指很能動 你手指有斷 Rabs 手應該沒有辦法在暖籽 吧暖不起來吧 請那個舞台上還是放一些電暖機 隨著烘烤一下 再回來 對對對 我發稿就會寫 就是地球暖化元凶落日飛車 因為你們害了很多冰山就熔掉 而且我記得沒錯的話 這個很像像什麼Metalica 他們也有做過類似的事 就是真的在破冰 就是他們那個破冰船 或者是什麼科學調查船上面 一場這樣 然後反正我覺得就別有一番 不可能硬做的那一場 會有英文節肢吧 就咬牙硬彈他不放棄 然後就這樣 那個要在喜馬拉雅山上 才會發生這種事 哇我很期待耶 所以果果喜歡做一些 沒有做過的事情 覺得有點有趣 沒有我喜歡喇叭嘴啦 好啦今天呢 非常感謝洛利飛車果果 然後跟我們分享了 他的玩團經歷 也就是我們小時候總會覺得 哎呀玩團就是好玩嘛 好像不震驚啦 然後但是你要把它玩到很震驚的話 代表是一你成功了 然後二就是 這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非常非常的困難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高度分工啊 然後遇到很多突發狀況 你要去面對 然後最重要還是你的 身心靈要怎麼樣保持那個能量 因為你在台上是一個performer 你要帶能量給大家 那你自己又怎麼樣處理自己的突發狀況 所以很開心今天果果也跟我們介紹了這個 夕陽無線好聽的計劃 然後這有五張的七寸EP 之後呢也會有一個box set 你可以直接的一次購入 然後放在家裡面 就可以好好跟他說 要不要讓我家聽Rory飛車 或是要不要讓我家聽 夕陽無線好聽 可以 那我要不要來念 要念新嗎 對啊 我覺得他可以給出很多 很喇叭的東西 好啊 不是很實用的 我的喇叭是 Chad Baker等級的喇叭 真的假的 或是Miles Davis的喇叭也可以 我喇叭是Louis Armstrong等級的喇叭 好 那你自己選 OKOK 這邊都可以 我們都是自由挑選 好啊 NONO 哇這個很厚欸 這個自己信中信欸 天啊 NO NO我來看一下 因為我看他到底哪一個才是開頭 馬克瑪莉好 我是即將變成三分之二封信的三分之一封信 什麼啊 說什麼 他說天寫完第二封信 感覺沒有做好取捨 反而越來越 哇這個 我看我看 這是不是念過啊 有嗎 是不是很吵那個念很久的 是喔 這念過了 沒有 我問他 我不確定啊 好 那我換一個好了 我這個自己主動幫你換一個 好 因為我可能需要一個就是收寫比較好判斷的 你們這裡有收過是那個電腦打字的嗎 當然有啊 但我們就會唸第一句跟最後一句 蛤真的假的 是這種懲罰 因為用電腦打字的大家會 沒有整理自己的心 會思緒奔放 okok 哇我連信都拆超爛耶 你是不是北霸day啊 對啊 你好白喔 真的嗎 是不是要曬一點太陽 不會白白的蠻可愛的 但我有賽特克族的協議 蛤 我是四分之一賽特克 四分之一蠻多的耶 蠻多的 25% 如果我的至尊可以再低一點的話 我要貢獻第一次野炮的經驗 天啊 我到底打開了什麼 野炮 當然不外乎森林公園廢墟裡 本次要分享的地點是公園 在N年前剛搬到這個區域的時候 常常半夜打開交友軟體 會發現有許多人的距離都在500公尺以內 仔細思考後 再加上一些網路上資訊的分析之後呢 賀蘭發現這些人的地點竟然在住家附近的公園 好這第一張 於是在一次的好奇心的驅使下 參加了幾個網路上面的tips 第一個時間 晚上10點以後 第二個地點 公園公廁附近 三重要的是 眼神的相對 按照這幾點 在第一次順利的找到一位情投意合的對象 我們一開始確認了眼神後 就互相的伸出手 往對方的屌摸了過去 所以鐵定是雙方都是屌 在互摸之下 鼻子也越來越硬 我們往公廁邁進 但我們沒有進入廁所間 我們在男女廁中間進行欲望的活動 怎麼樣 Chad Baker還可以嗎 Chad Baker 吹起來 吹起來 加入了我們 接下來有了第四個第五個 最後總共六個人在這小水泥地展開彼此的情欲 這不就整個國內夜店嗎 OK點到為止 希望教主不要太吃驚 這還是點到為止 之後再分享其他的炮點經驗吧 祝疫情之下大家平安 哇你們的很Harko欸 怎麼樣喜歡嗎 對啊我們不用去巡迴 我們在公園巡迴就好 對啊很讚嗎 是不是很快樂 哇講得我眼鏡都起霧了 真的欸狗狗嗨起來 而且為什麼我會翻到 而且我覺得最好笑是 他前面認真的講到沒有人想要幫他記錄 一講到野炮 然後三個人就全部手就拿起來 不放過你三機 不是因為我一直以為 我想說你來馬克星鄉 應該都講一些勵志的啊 然後午夜的那種是成長 成長跟勵志 你剛剛已經給我們很多了啊 我們就在等這一part 很刺激欸 喜歡嗎 會從你的音樂養分嗎 喜歡 以後當多發我來講 歡迎非常歡迎 你只要在台灣沒事的時候 你就來 重點是他要在台灣 對 然後再講兩封 哇真的很刺激欸 哇 我覺得這已經是高度了欸 你還要再猜第二封試試看嗎 好好好 來啊 我就不相信這個可以超過野炮 不可能 如果真的的話 那洛利菲就真的要大發 太不得了了吧 好 第二馬克馬力 我老公超級喜歡你們的頻道 而我硬生生的被他推進坑 聽到了許多有趣的事也很納悶 怎麼感情有問題的人那麼多 為什麼要在那邊要愛不愛的 我和我老公 怎麼了怎麼了 我和我老公在PTT上認識的 PTT也是個蠻hard call的場域 見面後不久就交往了 交往一個多月就結婚 哇 哇 哇 但ok第二句ok了 因為目前結婚已經十年了 有兩個小孩 然後很想對很多年輕的弟弟妹妹 呼籲當你足夠有自信 能夠明白愛的本質 不是為了獲得愛而去付出愛 無論什麼時候 單不單身你都會是幸福的人 哇突然 突然立志起來 突然愛與寬容欸 對 然後另外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消費金融相關 然後有很多年輕小朋友工作 頒不出信用卡 也沒有現金可以買想要的3C產品 所以很多人呢 中間辦所謂的無卡分歧啊 假設買一支iPhone13 兩萬九千五好了 無卡分歧交完大約是六萬 所以這個是 這麼貴 對 所以這個是惡性循環 是過度的消費造成了入不敷出 對 所以呢用手機要再借款 機車要再借款 然後有些人要花好幾個月才可以還清 對但我看到許多人卻提早 花下個月的錢再過日子 多多叫醒這些迷途的小孩吧 對 幸福知足的靈 哇 今天有一個很正面的結束呢 對 就是不要過度消費喔 對 真的 我們今天要謝謝果果 為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一集耶 這個這個 高潮迭起耶 對啊 最後面變也是那種 要注意消費什麼 這算是金融卡什麼 讚 哇很刺激耶 那個野炮那個蠻讚的 而且野炮最後總共有六個人 對啊 在同一塊地上有六個人 其實就是多批耶 對啊 而且是男女中間 男女廁所中間 男女廁所中間 就是不是廁所啊 就洗手地方不是嗎 通常兩邊出來會是洗手的啊 還是他們的至尊不允許他們走進南廁 可是他們也不覺得 他們的至尊不允許他們走進 不是 他們的至尊 我讓你講什麼 他們的至尊不允許他們被規劃在男生或女生 我就是要在中間 酷兒 酷兒 酷兒廁所 但六個真的太多了 六個有點多 六個交疊其實遠看很明顯耶 呃 那就是一種 儀式嗎 光倉物 廁所物 光倉物 而且大家要尬起來 嗯怎麼樣 你嗯我 我怎麼樣那種感覺 哇 讚 真的是今天來的 我沒有準備好這個心情 蛮衝擊的 真開心我們可以比較衝擊 真開心可以讓果果印象深刻 對 沒錯沒錯 今天要感謝果果來到馬克新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馬克馬力 謝謝 謝謝大家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結果 掰掰 謝謝大家